老鼠赶紧跑过去 这个洞看起来很深 小老鼠望着洞里的苹果 说 可怎么办啊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鱼儿 今天又来教我们的伙伴们做视频了 刚才的视频大家已经看到了一个童话故事 看的人却非常非常的多 它其实制作起来也是超级超级的简单 今天小鱼儿就带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如何制作一篇儿童绘本 一个童话故事 非常简短的一个故事 完全零基础的朋友们都可以做 其实我们只需要会复制粘贴 利用好我们的AI工具 就能达到这样的效果 同样我们要用到的工具也是特别的简单 就是我们的恰到GPT 加上我们的 我这两天用的都是雷拉朵 我觉得雷拉朵做图的效果 刚才给大家看的那些图片展示出来的 都是雷拉朵做出来的 我觉得还非常不错 我们今天就用恰的GPT 加上雷拉朵 再加我们的简印来做一个故事短片 做一个童话故事短片 看一下这边故事的脚本的话 我已经让它帮我生成好了 完全是吴老式的图字粘贴 这么一篇童话故事就要出来了 大家喜欢做视频的 正在做视频的 一定要关注小鱼儿 一定要订阅小鱼儿 每期视频都是讲的很仔细的一些做视频的一些方法 我这边已经提前让他帮我写好了文案了 在哪里我看一下 这里 每当我们要用GPT来帮我们做文案的时候 我一定要给他设定一个角色 然后他就可以根据你设定的这个角色来写出你想要的文案 首先我就跟他说 假设你现在是一名故事创作者 最擅长写作童话故事 因为我今天讲的就是怎么样制作童话故事 帮我创作一篇有意思的小朋友喜欢看的童话故事 字数在800字以上 这篇童话故事就出来了 到这儿的话还没写完 它就断了 断了的时候朋友们可能也会遇到这种情况 因为毕竟我们用的是免费版本的 它有的时候卡壳这些也是很正常的 我们就让它继续就可以了 那它就把这个尾巴给我接上了 我看了一下这个开头呢 我又觉得它不太好 不够吸引人 我就让它把故事开头修改一下 要抓住人的眼球 一个故事 首先人家爱不爱看 你的开头就已经决定了 这次写故事也好 你做什么视频也好 你的开头很重要 它就帮我改了一下 改好了之后呢 文案有了 接下来同样的就是需要的生徒了 我们要做童话故事 肯定就是跟童话有关系的 我就让 记住了 这里关键又来了 这关键词 大家一定要把这个方法学起来 我又让它换了一下身份 我说你现在是一个提词生成器 根据以上内容 每一段帮我描述一个简短的场景 再加几个关键词 我会根据你的描述去生成故事的图片 然后它就开始了 场景一 有山谷 有小村庄 有五彩树叶 它就把这些加到这一个描述里面去了 场景二 就出现了人物了 小黎拉 每一个场景都有了 那我这边就是复制粘贴了 这些都经常讲 我就不讲了 直接把它去翻译成英文去做图就可以了 我看一下我前面的图片 已经有的已经做好了 还留了两个给大家展示 这边的话 我就继续去 黎拉的做图 复制好之后 因为它是中文 我们要把它改成英文 我这边专门有个翻译的 GPT真的很好用 翻译干嘛的什么都可以 这个GPT 是必备的 写作也好 做视频也好 这个是必备的 这边雷拉的 我还是到主页 稍微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雷拉的 我这边是手机版本的 我做这个视频 也是用手机再给大家做的 这边选择第二个 模型 我们今天做的是跟童话有关的 我选的也是动漫的这个模型 直接点进来 我们把这上面 最顶上这里 我点的这里是输入描述词 章数的话我就选了两张 它的长宽比我选了16比9 好差不多就OK了 今天早上已经做了一些图了 给大家看一下 我觉得真的非常非常的不错 还是免费的 雷拉的做图的速度也是蛮快的 看一下也就不到一分钟之内 已经完成了 看一下 这个图片把它保存一下 一会儿的话 因为我们去要去替换 调里面的图片 我还有一组图片没有完成 直接写文案翻译就是GPT 一个AI工具就完成了 把上面的描述词改一下 粘贴上来就OK了 下面几乎不用动 直接生成 还有这边再讲一下 雷拉多的话 每人每天是有150个点免费可以用的 你看我刚才做这两张图的话 只用了四个点 所以我这150个点 可以生很多张图片出来 几乎就已经 普通人来说就已经够用了 把这个图片保存一下 这些小女儿真的太可爱了 我想再做两张看一下 这个不错 可以多做几张图 有怕万一不够用 反过来给大家看一下 我还剩多少个点 我今天还是做了几十多张图了 还挺多的 最顶下这里 还有这里 还有102个点 图片不够的话 我一会再来做 今天做图的话就先到这里 我们把这个文案 我们把这个文案给它粘贴过去了 做视频就这么简单 只要会复制粘贴 打开简印 图文成片 直接把它粘贴上 使用添加自己的蔬菜 我试一下 这边就不用替换了 因为它里面的图片肯定 没有我们想象中的这么好 我这边就直接选择使用本地素材 添加自己的素材 视频素材 点这个就可以了 如果说你们不想做图的话 那就用它AI匹配的素材也可以 点生成视频 趁着生成视频的时间小游来 再给大家说一说 我这边的话 主要是教新手朋友们 做一些简单的视频 给大家看一下我的这个 YouTube的做的一些视频 还是非常的接地气的 都是 都是给我们新手朋友 对我们新手朋友们非常的友好 讲的也很仔细 有需要的朋友可以订阅小游 有时间的话 可以再慢慢的每一个视频认真的去观看 我们这边再来看一下 好了 你看 分分钟的时间 这个音乐的话 大家在做的时候 这个音乐要把它删掉 刚才我再返回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 下面这个就是它的音频 为什么呢 要删掉呢 因为它这个音频的话 是有版权的 小游之前就采过这样的坑 因为用了里面的这个 就系统识别到有版权 所以现在当你生成视频之后 第一件事情就先把这个音频给它删掉 你可以到YouTube里面去找免费的音频 给它上传上去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是没有素材的 因为素材全部被我删掉了 我这个时候就来开始上传 上传图片了 我们的图片已经添加完成了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在一个隐藏在山谷中的小村庄 有一棵神奇的树 名为梦幻树 它的树叶不同寻常 五颜六色的光芒闪烁 散发出迷人的魔力 传说梦幻树可以让孩子们的梦想成真 村庄中的孩子们都听闻了这个神奇树的故事 他们心中都充满了好奇和渴望 但有一位小女孩 她的名字叫小妮娜 决定勇敢地前往树林 亲身探寻这个神秘之处 村庄里住着一个叫小妮娜的小女孩 她是一个充满幻想的孩子 总是充满了各种奇思妙想 有一天 她听说了梦幻树的传说 决定前往树林探险 小妮娜走到梦幻树面前 她看着那五颜六色的树叶 闭上了眼睛 然后许下一个愿望 她希望能够拥有一只会说话的小狐狸 作为朋友 当她睁开眼睛时 她惊讶地发现一只可爱的小狐狸 站在她面前 她能够说话 而且变得非常喜欢小妮娜 小妮娜和小狐狸成了亲密无间的朋友 一起探险 分享故事 度过了快乐的时光 但这只是他们的第一个冒险 第二次 小妮娜许下一个更大胆的愿望 她希望可以飞翔在天空中 像鸟一样自由 当她再次闭上眼睛 她感到自己的身体轻盈起来 她的梦想成真了 她在天空中自由自在地飞翔 小妮娜和她的小狐狸朋友飞越了群山 探索了神秘的洞穴 他们的冒险从未停止 视频就给大家看到这里 做视频就是这么简单 两个动作 复制粘贴 一个视频就这样完成了 大家看一下这个视频的效果 图片的效果都是非常不错的 做视频真的不是太难 想要学习的朋友们 记得订阅小妞儿 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给小妞儿留言 降低一赚 支持明镜与点点核心 支持明镜与点点核心